我現在要來分享Frame Accent的應用方式 那在前面的幾支影片 我有先簡單的介紹一下Frame Accent 以及它的應用的重點 首先這個手法 我們要去思考它作為 兩個聲部同時進行的這個特色 在鼓組上面 如果我只把這個手法 打在同一顆鼓上面 那它的特色其實沒有充分的發揮 這個潛力就被浪費了 我試一次喔 可能是這樣子的 這樣打起來蠻可惜的 如果我把兩隻手分別打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例如右手打在Tom Tom 左手留在小鼓上面 你會聽到右手的聲部是這樣子的 左手的聲部是這樣子的 連起來是 我可以把這個手法 把它應用在Swing裡面 因為它剛好是兩組三連音 那我定一個速度好了 1 2 3 4 1 2 3 4 所以打起來的這個速度大概是 這個速度大概是 試試看喔 試試看喔 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右手留在Right上面 所以你聽到的 仍然會是一個 有Swing感覺的 Right pattern 聽起來會是這樣子的 加上原本的Swing group 加上原本的Swing group 4 3 4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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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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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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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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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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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聽到左手有一個 在TOM TOM上面移動的一個聲線 但右手仍然在銅拔上面有一個變形的 可以說是SWING的節奏 聽聽看喔 連起來是這樣 然後如果在演奏當中 在SWING的節奏裡面 我會希望某一拍的第三個點會被強調 所以像是剛剛這個手法 如果我打完在搖滾樂鼓手或流行音樂鼓手的習慣裡面 常常會把這個當成過門來思考 當他演奏完了以後會喜歡下一個Crash 聽起來會變成這樣子 但是這個手法我們不能說他錯 但實際上在比較Jazz的演奏裡面 我會覺得他的 被強調與其去強調某一個小節的第一拍的開頭 不如去強調前面的一個小節第四拍的最後一個點 這樣聽起來更搖擺 更有SWING的感覺 所以我可能會把剛剛那一組手法的最後一個點 原本是落在Floatom上面那個音 打一次喔 最後在Floatom的這個音 我要把它移到Crash上面 要注意由於這個Crash的聲音我比較習慣多一個大鼓去重疊 去support這個音 所以聽起來這個Floatom到Crash的聲音會變成 所以我再組織一次 整個手法會變成 好我現在試試看 把它跟常用的Swing Groove結合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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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上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可能 前面講完一個 左手聲部的處理 現在我可以試試看右手聲部做一個變化 就是讓右手離開Right 在Tom Tom上面移動 這時候我的移動想要採取另外一個策略 我用一樣剛剛的那個 Bram Accent的手法 原本是 當我把右手打在Tom Tom上面 我想要從落地鼓開始 現在我要開始移位我的右手的聲部 這是第1拍 第2拍是 第3拍 連起來 放慢其實反而不好打 會變成一個這樣子的手法 那你聽到的這個 右手的聲部 右手的聲部 會是這樣子的 一樣跟Swing的節奏 結在一起打打看 這是同樣一組手法的另一種應用的概念 那我也可以把它連在一起 例如說先做這一組手法 再一次 然後再做前面的一組手法 聽起來就更豐富了一點 我試試看能不能把它 接起來使用 對 妳的聲音 要是 很小似的 我試試看要不要 股膽 女郎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